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下油嘴 取出导向套筒 中间片 取出定位销 就是左右对称的两个 取出油嘴弹簧 取出油嘴弹簧调整垫片 使用专用工具取出法组件紧固螺丝 使用专用工具拆下法组件 取出密封圈和支撑圈 这样我们的喷油器就分解完毕 下面我们开始喷油器的组装 装入电磁铁弹簧调整垫片 装入电磁铁弹簧 装入鲜铁芯 鲜铁盘 装入缓冲生成调整垫片 装入缓冲弹簧 装入鲜铁生成调整垫片 将支撑圈有凹凸一面的贴紧密封圈安装 使用专用工具将密封圈和支撑圈 装入喷油器壳体内 用力按压 使密封圈和支撑圈位于喷油器壳体中心位置 将喷油器壳体水平放置 装入法组件 使用专用工具 用力按压致使罚组件位于合适位置 使用专用工具 将紧固螺丝装入罚组件 将喷油器安装于台前上 使用扭力扎并 fashion 使用扭力扳手扭紧紧固螺丝 扭力一般为65到70 将阀球安装于球座上 放入电磁阀中心位置 注意阀球朝下 装入电磁铁 装入电磁铁紧帽 将喷油器安装于台前上 使用扭力扳手扭紧紧帽 扭力一般为15-20 取下喷油器 装入油嘴弹簧垫片 油嘴弹簧 导向套筒 中间片 定位削 装入油嘴 装入油嘴紧帽 将喷油器安装于台前上 使用扭力扳手扭紧 扭力一般为70-75 适当精度 打散锅